從明天開始就進入大災期, 這就是準備與耶穌進入受難。 在這個長期期, 教育有不同的教育和健康的健康。 所以,這些都會幫助我們, 進入更好的基督, 成為更好的基督, 更好的人, 在屬靈上的訓練和靈性上的準備, 成為更好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經文會讀到齋戒。 但是,齋戒不是最主要的一項目。 即便是魔鬼, 他總是在齋戒, 那又如何? 我並不是告訴你們,不要齋戒, 你可以齋戒, 先以你身體的健康為主。 如果你是病或什麼, 你會吃, 就以你身體的健康為主。 那如果是在醫生的屬戒之下, 你可以進行某些摘戒, 或者是不能的話, 聽從一生的健康。 如果在你的家庭中摘戒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你可以摘戒。 如果在你的家庭中摘戒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你可以摘戒。 那如果在家庭中摘戒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你可以摘戒。 那如果在家庭中摘戒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也許是宗教上的議題不一樣, 那最好就不要齋戒, 因為為了齋戒還佛派家庭的愛。 那當然教會總會顧及這些問題, 那照顧信徒。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不能進入大災期時, 如果不寬恕他人, 或是被寬恕的話, 無法寬恕。 那這就是星期日稱為寬恕的主日。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兩方面講到, 正面的就是說, 如果你寬恕了, 那神也會寬恕你。 那所以反之就是, 如果我們不寬恕了, 我們也不寬恕我們。 我會嘗試說幾件事, 雖然這是非常深奧的。 那最深奧的, 其實是在聖書中摘戒是非常深奧的。 這就是耶穌在登山寶訓時教導的。 是在介紹主導文之前, 而且拿他告誡。 首先, 我們看到, 每個人的罵, 每個人的罵, 我們更容易明白, 我們是傷害, 我們會為別人造成問題。 那很容易看出, 我們會為別人造成問題。 這就是, 人間的狀態, 作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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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作為其他人造成問題。 我們不知道為何, 但我們也知道, 人間的本質是病了。 這種疾病會導致人類彼此的傷害, 各種不同的方式, 會導致人類彼此的傷害, 不單是我們對人類造成的傷害, 我們在喪心體也講到, 那我們傷害了神。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造成的錯誤之中,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愛的邪和也被破壞了。 所以我們知道在上一星期, 我們沒有殺害任何人, 不是單單只是講, 這樣子。 每一切都破壞了愛, 是罪罪, 是罪罪, 所以我們必須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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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必須罪罪。 但我所說的, 這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們都很困難的, 正如我所說的, 這是非常複雜的, 這是非常複雜的。 在聖禮時, 其實我們必須罪罪, 至少在聖禮結束前, 我們要求對方的原諒,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做的話。 那宰佛, 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英文來翻譯, 並不容易, 而因為英文來翻譯, 並不容易, 而是希臘文的聖禮, 並不容易, 而是希臘文的聖禮, 而是聖禮的聖禮, 也沒有詳重複。 即是經常講的, 那是聖經原文的制度。 因為,你對某人對你做了一個不好的事情、壞的事情, 並不是說, 某人對你做了一個不好的事情、壞的事情。 其實,如果你能做到這一步, 那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事。 因為記憶,它就存在記憶中。 我們也知道, 腦總是在寓座之中, 有內在之中, 我會去那裡,我會去那裡,我會去那裡, 我會去那裡,我會去那裡,我會去那裡, 我會去那裡,我會去那裡, 所以,腦總是在寓座之中, 它有內在的對話。 因為腦總是在寓座之中, 不只是我會要聽寓座之中,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約70%的人, 他們都沒有想過的思想。 例如, 例如,我做了一件事, 我感到疼痛, 加上所有的想法, 他們都做了我的角色。 所以,我感到疼痛, 我感到疼痛, 我感到疼痛, 我愛他。 我感到疼痛, 或是不喜歡這個人。 在俄羅的語言, 我感到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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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疼痛。 例如, 如果我們已經在這種間的宿 include 我們充滿新 посò hidee, 我們都能在這裡 nourish我了, 我們就去一個平衡, 有溫馨事。 我能做這個事, 到這來的就是生恕。 這是真的宣復。 因為, 不管什麼會發生, 然後,這個回復了。 我沒有關心,我已經治療了, 我可以治療的方式, 我們可以互相互動, 我們可以活動, 我們可以作為人類。 這是禁止。 這才是真正的特殊。 從某個觀點來看, 看起來是很容易的, 事實上,它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它是不同的, 我們說,當然,我可以活動, 但在我的心中, 我恨你, 我現在可以殺你。 如果我可以殺你,我會殺你。 那就是從表面上,口頭上, 你可以這樣子跟祂寒暄, 但是在內心裡, 你可能想說,如果能夠的話, 你可以把祂殺掉。 然後,在內心裡, 我會有無關的思想和記憶體, 我會有無關的思想和記憶體, 我會有無關的思想和痛苦, 我會有無關的思想。 所以,我們會有無關的思想和記憶體, 我們會有無關的思想和記憶體。 我們是必須要努力達成這個目標, 那我們盡量努力達成這個目標, 試著跟對方和平地相處。 如果我們是真正的基督徒, 這才是證實我們與不喜悅的人和平的相處。 也許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很多人被驅逐了, 可能是在社群、同一個辦公室、 或者是在社群、同一個辦公室、 在社群、同一個辦公室、 在社群、同一個辦公室、 或者是一個大樓、甚至是一個教室、 或是學校。 你已經將對方的特質磨殺了。 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方式, 即便是對方存在的立場, 因為你不敢真正地把他殺死。 在教會上能共同地相處, 因為這裡沒有邪惡, 在教會上能共同地相處, 因為這裡沒有邪惡。 我們眾多才對方。 其實是一個人的觀眾。 與您的最高級大的人, 谢谢大家